马太福音19章21节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在16到26节 一个少年人问耶稣 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 接着27到30节 彼得就问将来得赏赐的问题 耶稣针对少年人的问题 一针见血地问 你若愿意做完全人 这表明他虽然遵守了一切诫命 但是他还不够完全 他还缺少一件事 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还要来跟从耶稣 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是爱人如己的表现 而愿意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证明他能够爱人如己 跟从主就是爱主你的神 这两条正是律法的总纲 就是爱神和爱人 在这段经文 主耶稣并非要每个基督徒 都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而是要叫那少年人知道 他并不能完全遵守诫命 因此明白人并不能靠行善 守律法 换取永生 只有信他的人 才能得救得永生 也只有圣灵能使人重生 但是接着二十七到三十节 彼得就问主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的回答是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里带出了信耶稣得救之后 还要追求什么的问题 门徒的问题 也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 应该要问的问题 而耶稣的回答是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这指的是将来与主同坐宝座 管理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不单不要为了赚得全世界 而失上生命 更不要因为眷恋这个世界 而失去了得胜者的冠冕 感谢观看